里面排了很长的队伍 然后我过来看一下 这里应该是吃饭的地方 这里真的人好多 这上有菜刀 也是这种越式的菜系 很多小龙包 然后很多尖角 这里这么火吗 我今天也在这里排个队 然后尝一尝这里的味道 很幸运 因为我也没有做攻略 也不知道这里哪家店好吃 所以说我来中国城来串串烫 我的目的就来吃顿饭 看到这里这么多人排队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肯定是不会错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饭店的名字叫玄祭 在这个小巷子里面 来我们听听这个音响里 响着欢快的中国民间乐曲 那现在这个不知道 是不是羊群笑容 现在大家都排队 既然大家都排队 那我们就跟着排 听到欢快的中国乐曲 我已经等了20分钟了 可是队伍也没有往前挪动 挪好广快 感觉像过年了一样 排了半个小时 终于进来了 这有味着 好饿啊 都已经馋了 看到旁边这种美食 哈喽 看下菜典啊 这个 要一份虾饭吧 要一份蒸排骨饭 yes 这个茶喝以来 是一股抹茶的味道 非常好 可以看一下 我跟福安要了一点冰 然后我现在倒到里 这样更有灵魂 不错 点了一份虾饺 点了一份蒸排骨饭 其实我点的东西并不多 因为咱们经常来东南亚的朋友 我知道 在东南亚的时候 每一份都是特别特别的少 因为这边的人吃的并不多 像我这种东北大汉来了 可能一个人要吃四五个人份 所以说点一份肯定是吃不到 但是我又不想吃太多 因为最近太胖了 还在减肥 那我点的饭呢 还有蒸饺都已经到了 然后这份就是排骨蒸饭 大家看一看有没有食欲 看起来很清淡样子 就很像我们这种越式的风格 然后看看这条虾饺 我以为是一蒸笼的 结果就上市 先来一只虾饺尝一尝 蘸点酱油 这里面虾好大 为什么一口吃肉 其实很想吃一半的 给大家看一看 再来一个 这里面的虾好大 反正很新鲜 这里面全是小肉 满满的小肉 可能我们国内的这种虾饺 还不愿意 国内应该是一整只虾包在脚子里 但是这边好像是要把虾剁碎了 然后包进去 非常好吃 这前面排骨汤 这个排骨的味道非常不错 但是这个米饭 真的有点太逊色了 反正东南亚的米饭都是这样 没有办法 包括其他的几个国家也是这样 像我们国内的朋友 我吃东北大米吃习惯的 肯定是吃不惯东南亚的米 这个排骨和这个籽做的非常非常好吃 看这排骨是不是看着很有食欲 然后看着也很清淡 符合我最近的口味 出门炸饭还是节省一点 然后能吃饱就差不多就行了 经常在各个国家走 国外的中国食物 基本上也就是以粤菜为主 然后以串菜为主 也基本上只有这么两个菜系 很少能吃到什么东北菜 包括什么湖丹菜 这在国外很少能吃到 当然那也不说吃不到 这个赶上饭店的老板就是东北人 可能就能吃到点东北菜 就像我之前在亚雅达也烤过大骨头 东北乡大骨也非常好吃 因为印度尼西亚都是穆斯林 所以那边的猪肉非常便宜 大骨头也非常便宜 我记得和人民币二的话 也就是上那么大一盘 基本上都是一盆的量 类似这种产品 对于我一个东北人来说 就是口味还是有点清淡 真的有点清淡 小辣椒倒点块钱 我感觉我点的挺食物 它这些特色菜 我是每一个没点 要不然我再点一个菜吧 没吃饶了 还有四样特色菜 但是我一个没点到 没吃饶 他点了一个炸鸡 这边还有炸鸡一次 他每桌必备的 我的炸鸡上了 这个是他们家的特色菜 之前我在进来排队的时候 前面一位小女孩 然后就一直揽着要吃这个菜 但是刚才我点菜的时候 我看这是炸鸡 所以我就放弃了 后来又后悔了 这么大一份炸鸡 我看一看是220笔锁 220笔锁 和人民币应该是不到30块钱 20多块钱 和人民币 先来这个鸡腿 还上这些鸡腿弄 这个酱汁不错 不香味儿 味道不错 总体感觉味道是甜甜的那种 这里面有块鸡脖 然后有一块鸡胸 试试什么不太清楚 各种鸡块 现在已经吃完了 然后剩点鸡块啊 打包带走 明天得早饭 最后这两个鸡腿给我吃顶住了 这两个鸡腿罩得太饱了 终于有点满足感 要不然这两天都没怎么吃饱 今天正好有时间 然后来这个中锅腸那边吃点中菜 其实我倒不是喜欢吃这种太清淡的 我呀 还是喜欢吃那种大油大腻的那种 比如川菜啊 或者是东北菜 走一走 留着留着 然后顺便找一个莫迪回酒店 明天起床就马上去机场 然后飞往客楼 看看后面那哥们 他要是不给我钱 我就做啥 用他多钱 租住车太贵了 我只能找过摩托车 我又找了一辆莫迪回酒店 现在是马尼拉的网高峰 街上特别特别的堵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我回酒店以后抓紧时间剪视频